老子有点问题 什么看上我的呀 哎呦 你这这么大年纪了 看上我这腹白旺美大长腿的 老板也没有在呀 老板 这我的老板 真在这里 这么多钱呀 哎呦 这么多钱 老板这是人杀钱的 就是啊 你说老板是不是考验咱俩呀 呀考验啥呀 看着人杀钱多的 我跟你说 我要去安徽豪州 我跟你说我要去见网友 那多了 我要见我 见我那个谈了半年的男朋友 没有 我也 我也换个男朋友 我先走了 我跟他聊了 哎老板 老板大半夜了 讲我干什么 哇 这么多钱呢 老板 老板 这个老板 也太出心大意了吧 这么多钱 就这样放在这里 大碗上的 也没个人看着 弄丢了怎么办 你说这个老板 真不靠谱 四五十岁了 老婆也找不到 没人给他管 也没人给他花 好多钱 如果是我的就好了 还是那句话说的好 宁可睡老板 宁可当老板 也要睡地板 是吧 好了 这个钱 放在这里 现在不会有人看见的 快快带着吧 门关上 老板 你俩起开 快点去 九州大小王 别吵 别吵 老板 找我们来什么事 什么好事 什么事 找你们来啊 是要从你们三个当中 选出来啊 我秘书这个职位 秘书啊 赚钱多不多呀 以前那个秘书呢 你还知道以前那个秘书 回家升级十胎去了 长得挺漂亮 谁的呀 公司内部事情 你们不要打听 好 他老婆都十一年不回来了 哎呦 你说你们在公司 咱们就去讲工作 不要八卦 行不行 秘书的工作 工资一个月三千五 哎呦 年薪八十万 我来 都能来了 实话跟你们说 在我心里边啊 秘书这个职位的人选啊 我已经有数了 我 都认为是你们自己是吧 对 你是我 是这样的 在咱们公司 其实我不光看重你们的这个能力啊 工作能力 我更看重你们的人品 老板 挺挂挂的 公司都有名 那我问你们 昨天晚上 你们有没有到过我的办公室 没有 老板 老板我去过了 当时我看到桌上很多钱 我就用箱子抓起来了 是不是他热了呀 实话跟你们说 昨天晚上 你们几个在我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举一行啊 我全部看在眼里 你们两个从我的桌子上拿了多少钱 怎么拿的 我全都看得一蹭二楚 老板 你不是监控坏了吗 监控坏了 我是在测试你们的人品 哎呀 这老板真是的 你说你长得这么又高又帅的 还拿拿钱去测试我们 你瞎子见瞎都眼开 眼开知道吧 人心怎么能 是黑的 别说了 就你们两个这个人品 还好意思在我的面前说话 哎 老板这样 你不是那钱不是给我们的 还给你拿回来不就行 拿回来 拿回来已经晚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两个人呢 不符合咱们公司用人标准 被辞职了 哎 老板 我不当 不当秘书了 我当管钱的 我们俩配合特别好 你们两个这个人品 我如果把你们放在我的身边 那不等同于放两个贼 有什么区别 可这怎么说话呢 这是 还有我看你们真的是 人长得挺熟 想的事倒是挺美 挺漂亮的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到人事部打个辞职报告 回家 哎呀老板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哎呦 还要机会呢 我要是给你们机会 我这公司早晚都得慌 赶紧下去吧 来老板 秘书这个职位啊 就由你来担任 好不好 好 嗯 在咱们公司啊 继续努力工作 你的人品能力 各个方面都是难能可贵的 好 继续为公司加油 来吧